大家好 这样一天啊 帕姆东来的董事长在直播间 透露自己回来的消息啊 是更成了热搜 虽然这个采访公司的老员工啊 那情况呢又有反转 他们正经说啊 这是几年前的视频了 当时啊 于同来老板呢 身体的确是出了问题 但是呢 现在身体挺好的 不过这次很多人呢 就觉得很纳闷 毕竟啊 对于企业的领导人的身体来说啊 尤其是患了重病甚至绝症 是不能轻易的公之于众的 另外这一是让工商啊 会产生惊恐的情绪 那影响公司的销售 那给接触对手呢 造成可乘之机 二是在公司啊 没有选好几百人之前 公布这样的消息啊 会使公司在管理上呢 出现混乱的局面 但是呢 也有人啊 对此呢就然是反对 他们觉得啊 帕姆东来的创事运动来啊 之所以公布自己患癌的病情 其实呢 是想在公司的管理上啊 做出一个重大的转变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了 对于一个知名的企业来说啊 公司领导人重大的身体结合问题呢 的确是需要旁易的 不能轻易的控制于众 但是又说啊 在生死来临之际 也有人呢 突然悟出了很多人生的真谛 在管理上啊 要做出诸多重大的变革 那么再公布自己患觉症的消息啊 即使就没什么太多可以争议的地方了 而且啊 病情症癌症的病情啊 如果发现早的话 那很多呢 还是可以扮成慢性病 那甚至可以治愈的 我们看于东来啊 得病以后呢 这五六年的管理策略啊 的确呢 是在员工的人性化管理上啊 做出了很多的改变 比如说啊 那个让大家呢 羡慕嫉妒恨的 十天的不开心假 还有这个委屈假啊 甚至啊 还有提前在有时下班的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都是呢 他们还在不停地增加员工的工资 胖东来的保洁啊 每月能挣到两万人的消息 也是登上了热搜 所以后来啊 就澄清说呢 只是平均数 但由此啊 也看出啊 普通员工呢 整体的收入水平啊 也是极高的 在当地来说呢 也是让人十分羡慕的 所以我就觉得啊 于东来呢 提前公布了自己患癌的消息 并没有变成负面事件 反而呢 为公司的管理啊 带来了很好的契机 这应该啊 就是化危机为商机的典型案例了 可能是啊 这于老板啊 在商场啊 打拼了多年 他也感到了啊 那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在管理当中啊 是有神奇力量的 当这个员工啊 越来越开心了 所以老板呢 心情啊 也一定会越来越快乐的 也许啊 很多病呢 就不治而愈了 感谢观看